找到的話 那就把他的第 H 跟 I 啦 第六七八 第八跟第九把它插 帶過來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Booking List 第一個 Name 插入函數一樣 我們用什麼 用那個減四語參照裡面的 V 欄數 V 欄數這個 要找什麼 Lookout value 一定是找編號 找這個 去哪邊找 F3 去 Booking Booking 指的是哪一個呢 其實就是前面這個總表 OK 這個就我們剛剛做的 所以如果你剛剛這個 ID 做錯的話 那後面也會找不到 特別是你前面如果沒做對 後面也會跟著做不出來 所以待會如果你發現後面做對 怎麼找不到 你又要看一下前面有沒有做錯 因為前面跟後面是有關聯性的 那我們在這邊 那他會問你第三個問題 那你要找第幾欄的資料 我一定是找這一欄 然後我要把哪一欄的資料帶過去呢 H 跟 I OK 那我就先帶 H 好了 第八 比對方式要一模一樣 好 OK 那現在按確定 看一下 這樣的話呢會不會是我們要找的那一個人的名字呢 欸 找不到 找不到 booking 第八 好 我剛剛選錯了 所以特別說前面如果你後面發現找不到 請你看一下這個 那裡面一定有錯啦 我剛剛看一下 這個選錯了 這個應該是選哪一個 選不是這個喔 應該是check in 我選錯了 這個才對 找到了 原來 兇手就是他 OK 如果這個地方的話 假如說改過之後的話 那把它向下再填滿一下 OK 這樣應該就對了 因為世界同學常常也發生錯 我 原來自己也 有沒有 Romeo出來了 OK了 然後後面的話呢 在什麼 end 串一個空白 串一個空白 然後在end 怎麼呢 就把這個公式 怎麼樣 複製 改成那個9 就可以了 因為後面那一欄 所以第九欄 OK 把第九欄帶過來 enter 這樣OK 然後名字的話很快 全部OK了 那他的room number的話呢 那當然前面有 room number的話 是第 room number 是在6 所以 其實就是 把剛剛的公式 再貼一次 改6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 加一個 等於6就可以了 好 room number 那其一碗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把check out 減 check in 就第五減到第四 所以第五減第四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好像感覺到 要用貼的 等於第五 把它減到第四 第四 第五 減 這邊有個減 減到第四 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幾碗都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在Excel裡面呢 就是靠Vilo函數幫我查 那在資料庫就是靠Seql 所以以後如果你換一個地方 你就學Seql 你就會資料庫了 概念是一樣的 OK 那Price的話比較麻煩 Price的話就是 這個錢 所以你可以先用文字函數碼 的什麼呢 的Labs Labs的左邊 這個編號的三個字 有沒有 G1E dash 然後呢 再加上end什麼呢 end房間號碼 這個打勾 這樣有沒有 再去查什麼呢 查 所以你牽過來這邊Hotel 這邊有個 有沒有 這個是你要找的 這個是你要找的 房價 OK 所以再把這個串好 前面三個字 串後面的剪下來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最近用過的Vilo函數 然後去什麼呢 把它貼上 去F3 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Labs Price這個 這個裡面呢 幫我把第二欄查過來 然後比對方式 要一模一樣 輸入0 OK 一個晚上3,800 向下填滿 這個的話呢 就是等於 幾碗 乘上 幾個Price 打勾就OK了 向下填滿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IDOK的話 那後面的資料呢 其實就是可以從 前面的ID 通通可以抓過來